好,麻煩你 過去的這個星期 我們說有這個一年一度的猜傳聯會 其實這次的猜傳聯會 跟過去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這次會連續有三年 連續三年 是一個連貫的聚會 希望能夠從一個整合、整體上面 來看我們傳人的角度 以及以門徒的成長來思想 所以用三年希望幫我們打好認識宣教的基礎 今年一個題目叫做《誰的宣教使命》 是的,下一張 《誰的宣教使命》 特別是會比較從一個理性 以及一個神學性來探討 讓我們去認識到三一神 在這個宣教上面 他們的角色是怎樣呢? 然後呢 一九年 即是明年 那就是說 我們是屬誰的呢? 我們是屬誰的呢? 這裏幫助我們 不單止在理性上知道 我們呢 我們呢 也都是能夠在實際的行動裏面 怎樣來參與 特別是了解到呢 我們自己的角色 和一些行動 希望我們的角色和行動 能夠完全的一致 這個就是一九年 然後呢 去到二零二零年呢 就會講到一個題目叫做《我心屬誰》 這個感性的認知 聖經都告訴我們 你的心 是勝過一切 所以呢 求神都幫助我們呢 在這三年的宣教的大會當中 我們能夠呢 去 即是 從不同的向道呢 來到去認識 以至我們能夠在那個的 理智的認知層面 在一個感性的那個的體會 和實際行動上面的參與呢 都能夠呢 可以更加的全面 而今年呢 我們是 5月14號呢 是第一晚 那麼我們的題目呢 叫做《神的宣教使命》 這個宣教是誰的呢 是你的 我的 是教會的呢 是誰的呢 這裡說是神的宣教使命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所以呢 第一晚呢 就會從三一神那個觀念 去幫助我們 怎樣來到去呢 去看神那個救贖的計劃 然後呢 星期四呢 就是 神的猜派 神的猜派 這個呢 也都是提醒我們呢 神是怎樣來到去做這個的猜派的工作的呢 我們見到神猜遣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耶穌也都猜遣十二個使徒和七十個門徒 我們都知道呢 聖靈也都猜遣教會 所以其實一層一層 裡面有不同的角色和分工 但是給我們都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是一位猜派的神 五月十八號 就是星期五 就是昨天 我們說呢 這個題目叫做 神的教會 裡面的什麼呢 DNA 就是裡面的一些基因 作為神的教會 其實我們見到 是需要有這一份的承傳 宣教傳福音的使命 地神設立教會 在地上 我們就為了讓我們繼續傳講 這個耶穌基督這個救贖 和天國的道理 所以教會和其他的組織是很不同的 其他的組織 我們見到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宣言 但是基督教這個群體 給我們看到有一個很獨特的 是沒有人或者沒有其他的機構組織可以代替我們的 就在地上 為我們的救贖主作這個見證 然後我們這兩天的崇拜 我們就會從一間的教會 就是安提柯教會 我們看一下安提柯教會 它的氣質和榜樣 讓我們從當中有些什麼的學習 以致我們能夠今天晚上透過這個訊息 彼此有些勉勵 我們先來讀一讀 聖經史徒行轉第十一章十九至二十六節 大家的長刊裡面內頁有的 還有PowerPoint都打出來 可以我們嘗試一起讀這幾節的聖經十九至二十六節 請讀 那些因史提反的事 遭患難四散的門徒 直走到肥利基和居比錄 並安提柯 它們 只向流太人講 他們到了安提也 也向聶來的存在 主人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 就很多了 這封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 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柯為止 他們對看見神所 都會再歡喜 勉勵眾人 勒定心志 行狗靠主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於是有許多人歸主 他有絕大素去找素樂 找著了 就帶他到安提柯去 他們足有一年一功夫 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 自從安提柯起仇 這裏提到一個地方 或者一個教會 這就是安提柯教會 好像當時的教會 都是坐落在一個城市 又用那個城市作為一個命名 所以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這個安提柯這個地區 安提柯這個地區 安提柯就是屬於 羅馬帝國當時的敘利亞 一個省份的首都來的 當時羅馬帝國的一個很大的城市 或者是第三大 當然僅次於誰呢? 僅次於羅馬和阿歷山大 位置在耶路撒冷 以北大約三百里的地方 也都是現在在土耳其 這個東南面的一個大的城市來的 以前就被稱為什麼呢? 是一個叫東方的第一城市 或者叫東方的官面城 由於這個安提柯的地理的 就是那個位置 一個擺在一個很好的位置的裏面 所以呢 如果我們讀到史塘人傳 你就可以知道了 寶羅後來呢 三次的 旅程的報道 聖經給我們看見 都是從這個安提柯呢 來做一個出發點 剛才我們讀的經文 最後那裏也提到 告訴我們 他說門徒被稱為什麼? 基督徒 都是從安提柯這裏開始的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教會 給我們見到呢 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特別如果我們留意 安提柯的教會 我們見到就是說 他們是站在什麼呢? 福音 傳向外邦 還有呢 孫教士的成長上面 很明顯地 他們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那麼這個教會 是怎樣成立的呢? 在這個的史塘人傳 第十一章 剛才我們一開始 第十九節 至到二十一節 或者我們都再讀多一次 我們再讀吧 請讀 那些因 遭患難四散的門徒 直走到肥利基和居比路 並安提柯 他們不向 只向猶太人講 但內宗有居比路 和鼓勵來人 他們到了安提柯 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 就很多了 第十九節 一開始就告訴他們 他們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 來建立這個教會 在史提反的事件 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迫白 甚至乎一個當時很熱心 愛主的一個執事 他因為 傳呼音的緣故 被人用石頭打死 因而也引發了整個耶路撒冷的震動 而整個教會 就在那裏面對著一個很大的迫白 門徒在迫於無奈 或者在那個情況下 他們就四散了 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們不只是躲避 這裏給我們看見 他們去到那裏 福音就傳到那裏 所以這裏給我們看見 安邸奧的教會 或者這個福音被傳到外邦 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是在當時 經過周祥的部署計劃 然後拿了所有的資源 大家都很開心地去吧 當然 如果能夠做得到這一切 這個是好的 但給我們看見 其實不是更加重要的 不是那個外在的環境 或者條件 在這裏給我們看見 當時他們是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困難 他們是逃命 不過 他們去到那裏 福音就傳到那裏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是 這些人 他們裏面本身 就有這份傳福音 和宣教的這份熱誠 所以我們說他們去到安邸奧 他們一路傳一路傳到安邸奧的時候 在那裏就越來越多人信主 而這個從經文給我們記載看見 當時的安邸奧的教會 它被建立 本身我們看見 他們就帶著這個宣教的DNA 甚麼是宣教的DNA 就是跨越了這個地域 從耶路撒冷一路去到安邸奧 又跨越了文化和語言的障礙 所以讓我們看到他們已經擁有著 我們說如果用宣教M1M2M3 不同的宣教的特質 在裏面去存在 所以我們又看看安邸奧的教會 從這個教會裏面 讓我們學習有幾方面的事情 第一就是甚麼呢 我們看見安邸奧教會的團隊 這是一個怎樣的團隊呢 是一個多元特質 但是呢 它是很有團隊精神的 在PowerPoint 如果大家看到 我們都可以試試一起讀 十三章的第一節 一起讀吧 在安邸奧的教會中 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包和稱呼 來的西面 古里來人路求 與分封之王 希律同樣的馬念 並掃落 這裡的裏面提到有一系列的人 有些我們是似曾相識的 但是我相信也有些我們可能 你讀到這裡才是第一次聽的 這裡呢 先先呢 就提到他們呢 有先知 有教師 這個是當時他們的身份 我們知道先知是 舊約的時候呢 神的代言人 去到新約 初期教會呢 仍然有這個先知的角色 但是直到當聖經慢慢被建立呢 我們知道呢 這個先知的角色呢 就淡化了 這裡有提到教師 有一些的解釋就是 他們是一些有系統地 來到去傳講神的說話 又或者將當時一些的使徒傳閱的書信 他們來到去教導其他的子民 但無論如何 被我們看見就是 這些就是當時的一些在教會裡面 有份量的一些的領袖 這裡提到他們的身份 看出他們這幾個人 他們是有不同的一些文化 和背景 但是他們卻是成為了一個團隊 剛才我們看的就是什麼呢 在讀的人名裡面 第一個 是誰呢 是的 第一個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 是一個什麼人呢 我們說呢 他是一個很毀身的一個基督徒 因為聖經在這個使徒行傳 第四章 三十六至三十七節 這段經文的裡面 就特別提到 初期的教會 他們很多人 他們是預備好他們的心 來到向神去跟隨主 然後呢 也都提到 他們把他們的田產 家業 來變賣 在三十七節說 他有田地 也賣了 把價銀拿來 放在使徒的腳前 這裏給我們看見 他有一個很奉獻的心 是不是 不是說那個金錢的多少 而是給我們看見 他那份的謙卑 他那份的願意擺上的心 所以這個也是給我們看見 作為一個領袖 是一個不可笑 就是我們願不願意 來為主 來去衛生 第二方面我們看見 巴拿巴 他也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勇敢的 面對挑戰的基督徒 特別在這個 《使徒行傳》第九章 在那段的第九章 就提到有一個人物 當時就是悔改 那個是誰啊 《使徒保羅》 當使徒保羅悔改的時候 他就 後來去到這個耶路撒冷 他有意去找當時的 在耶路撒冷的門徒 希望能夠跟他們見面 可能分享一下他怎樣經歷到 在大馬色路上 神對他那種的呼召 但很遺憾當時 那些人怎樣 沒有什麼人敢見他 因為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臥底 用什麼你一走去 那就是自己揭了自己的底牌 但是聖經就告訴我們 有一個人 就是巴拿巴 他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 保羅本來是拿著 手頭握著 那個的文書 就是要來捉拿基督徒的 但是 巴拿巴去接待他 並且將他引戰去見這個使徒 所以在這個信仰上面 我們看到 他是願意為神去冒險的 巴拿巴又是一個什麼人呢 我們說他也是一位神好重用的人 在十一章 我們又看到 當耶路撒冷的教會 收到安提安當時的教會那個消息 聖經就說 主與當時的門徒來同在 安提安的教會信主的人 就大大的來增加 耶路撒冷教會的人聽到很開心 於是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猜派了一個人 誰啊 就是巴拿巴 就猜巴拿巴 去到當中 去到安提安的教會裡面 了解神的工作 在《使徒行傳》第十一章的二十三和二十四節 特別是二十四節那裡說什麼呢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接著呢 聖經說 於是呢 有許多人呢 就歸伏了 聖經怎麼形容巴拿巴 他是個什麼人啊 啊 是個好人 是吧 如果人家這樣稱呼你 你可不開心啊 是啊 千萬不要是個壞人 是吧 啊 就是說呢 他是個好人啊 就是說 人家是看得見的 還有呢 他是 聖靈充滿啊 這個是他內在生命裡面 和神一種很密切的關係 以至神能夠在他裡面 是完全呢 是完全呢 來到充滿他 還有大有信心 人是能夠從他的身上看見 以至對這個信仰 不單只是聽 都是看得到 最後提到巴拿巴呢 也都提到呢 他是一個呢 知人 善任的人 因為呢 在這個 《史德行傳》第十一章 二十五和二十六節 聖經說 他又往大掃去 抓著這個掃落 抓著了 就呢 帶他到安提阿去 他們呢 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會 一同的聚集 教訓了許多的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阿起手的 所以這個給我們看見 他不單止自己做 他還 懂得怎樣去提拔 其他的同工 我也很欣賞在恩福裡面呢 有些的同工 真是很好的 他們不只是自己做 他們能夠培育其他的人 真是訓練人 成為接行人 和他們一起的去成長 一起的來到去服侍 以至能夠建立到 一個的團隊 所以我們見到 這個第一個 聖經將他擺出來 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領袖 哇 他的生命的素質 真是很美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 你羨不羨慕呢 你想不想好像巴拿巴那樣 能夠成為一個神去使用的工人 但是這裡給我們看見 又不是只有巴拿巴一個 還有什麼人啊 第二個提到是什麼人呢 提到是 離結的西面 這裡的原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黑色 近代的學者呢 就解釋 是皮膚黑色的西面 所以給我們看見 原來在這個團隊的裏面 除了有猶太人 還有猶太以外的不同的民族 所以在這裡有不同的種族 來到去組織成為一個的團隊 然後第三個呢 就提到 鼓勵來人 路球 那這裡呢 就 很有可能呢 就是小狼傳第十一章 第二十節 剛才我們在這裡讀的時候 就說呢 他將這個福音 傳到去 居比路安提阿 這個其中一個人物 當然也都有一些解釋 就是這個呢 路球呢 也都可能是在羅馬書 第十六章二十一節 那裡提到的 有一個真是提名 叫做路球的人 他說這裡是 與保羅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 親屬路球 那這裡親屬呢 就有指同族人 同鄉 其實都是指猶太人 所以除了巴拿巴 還有這個路球 然後還有 什麼人呢 第幾個呢 第三個 第四個了 分封的王 分封的王 希律 不過同樣的馬廉 不是王 這裡有解釋就是什麼呢 可能是當時希律領養的一些兄弟 無論如何 這個人 他的成長 可能呢 就是 和這個希律 一起長大 是他童年的一個友好 所以都是跟王室 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的一個人物 所以這個的人 的身份又很不同了 然後最後 就是一個 我們都很熟悉的了 誰 蘇羅 蘇羅 我相信呢 我們都知道 蘇羅的背景 本來是法利賽人 是迫白教會的 但是大馬式的信主之後 我們見到他整個生命 一百八十度的一個改變 聖經就說他多次提 就是我沒有違背那 從天上來的異象 所以他一信主的時候 就很清楚 神要使用他 所以我們今天 被主用 就不是要一定 信耶穌十年八載 要做了很多的事情 又讓我們看到 他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心 以致這個異象 在他生命的裏面 來去催促他 使他來去成就 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所以我們很簡略地看到 這一群的人 當中他們是 有不同的身份 有不同的種族 當然這些都是帶來 甚至乎可能言語各方面的 大家的不同 但是 他們卻有著同一個的信仰 他們都是接受 耶穌基督這個救贖的恩典 領受著 耶穌基督班的這個大使命 他們認真地來去活出 一個很不一樣的事奉的見證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 教會 弟兄姊妹 很需要學習 也是不可笑的 我們很感恩 恩福堂 我們見到有很多 很有恩賜 很有才幹 很有能力的信徒 但是 單單有這些的恩賜 能力才幹 夠不夠呢? 答案一定是不足 不是最足夠 更重要 或者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跟我們旁邊的人 一起合作 以至我們的事奉 我們見到不是只是去 彰顯我們自己個人的成就 而是我們能夠去帶出 整個的團隊那份的精神 我們在事奉的裏面 有時見到很多人 或者某些人 他們很有恩賜 但是他們太強了 強到一個地步就是 很多時候 走過去的那些 跟他們一起合作的那些 可能都不是那麼好的收場 我們要問 我們能不能夠凝聚到 其他的人 跟我們一起去侍奉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 聖經給我們看見 這幫人 他們是同一個的團隊 雖然背景文化 很多東西不一樣 但是他們抓住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他們同一個信仰 他們同一個的使命 這個我相信 都是恩福堂 今天上帝要我們 真是很切切去學習 不能忽視的一個很需要的學習的地方 除了這裏我們有看見 當時巴拿巴 在這個安提科的教會裡面 他就來到去教導勸面眾人 勸面他們做什麼呢 就是立定心智 行狗 靠主 於是 就很多人 來歸服了主 巴拿巴又帶了這個 保羅 蘇羅 然後他們去到安提科的時候 聖經說他們有足有一年的時間 在裏面也是同樣 來栽培了不少的人 可能 剛剛我們列舉的這些教會領袖 利潔的西面 古利來人路球 和昏風之王同樣的馬念 這些都是 在保羅和巴拿巴 他們一起 在那個牧羊 在那個團隊 一起的同心事奉裡面 慢慢來被建立上來的 所以頂姊妹 你有沒有想過 在我們自己生命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信了主之後 我們有沒有積極的來到去成長 慢慢呢 能夠在教會的裡面 我們能夠一代一代的成為一個接盼人 以致我們能夠配合不同的需要 能夠使教會在神的使命 和恩典底下 繼續地來成長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看過教會一本書仔 叫做《門徒成長路》 有幾多人看過的? 請你舉舉手吧 咦? 好像不是很多 我本來想問問第二個問題 有幾多人看過 又跟著做的? 這個問題 就很難問下去了 是不是? 教會 真的用了很多的心思過去 一些的童工 來設計這個門徒的成長路 讓我們有不同的階段 來按著 那些不同的階段 按步驟班 這樣來成長 不過當然 有些人就說 成長不是只是講課程 一個一個課程 這樣 上了就成長 你上了就不一定成長 你不上呢 都不見得你會成長 是不是? 所以其實 那個門徒的成長路 很重要是什麼? 是給我們一個方向 一個願景 以及一個實際行動的計劃 就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真的很願意 想成為一個被主使用的人 能夠在教會的裏面 繼續地來接行 在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角色 來承接 這個福音的使命的時候 我們就要好好地 去裝備我們自己 所以在 第一方面 我們看見這個團隊 雖然他們的文化背景 很多東西不一樣 但是他們能夠很強調 有一個團隊的精神 同時間裏面的領袖 他們是生命不斷地去成長 然後第二方面 安提科教會的一些的氣質 我們提到 這個熟靈的靈命的操練 以及回應神的呼召 在這個十三章第二節 我們又一起讀 第二節請讀 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拉巴和素羅 去全和食 這裏特別提到什麽呢? 提到 侍奉主 這個侍奉主 是 好像當時 舊約的一些祭司 他們在祭壇上面那種的侍奉 所以他不只是單是一種的動作 或者一個聚會裏面的一個模式 而是表達了 他們對神那份的敬拜和敬畏 他們是帶著一個敬拜和敬畏的心 來做每一個的服事 所以在這裏 用這個的侍奉 這個字 表達了 這個字呢 其實也出現了在聖經裏面 出現了三次 另外呢 兩次就是在羅馬書第十五章二十七節 以及希伯來書第十章的第十一節 概括這三次 其實在那個動詞的運用上面 是表達一個 甘心樂意 恭敬的事奉 是一個很恆常的 有意識的 來實踐這個行動 如果用我們今天 我們教會 經常看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銳意 銳意的意思 就是說你是專注的 刻意的 是把焦點很清楚的 所以這給我們看見 原來當時的教會的領袖 他們本身已經有一種的表現 在平日的裏面 他們就是這樣來去侍奉主 所以鄧姊妹這個也是需要學習的 我記得以前我們學去侍奉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從學哪裡開始學呢 是怎樣排椅子 是吧 怎樣來擺那些詩歌 排椅子排完之後不是好像打完風一樣 是很整齊的一行 看上去有人覺得 哇 真是好 你走過去你不敢做亂那些椅子 因為你知道有人排得很辛苦 然後找來擺那些詩歌 又要怎樣擺呢 又要擺在左上角 把椅子的左上角 全部都是這樣排好的 其實在訓練中 我們不是只是去做一件的事情 而是我們知道我們每做的一件事 這個都是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為上帝而做的 聖經有提到 他們禁食 禁食原文在這裡 新作出現了有二十次 所以比這個的侍奉主 出現更加的多 意思就是指到在一個宗教的生活上面 有一個實踐和操練 在一段時間的裏面 他們不作任何的飲食 如果將這個侍奉主和禁食 兩個的行動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讓我們看到 可以說是一種 很刻意的一個屬靈的操練 是侍奉者 特意將某一段時間 完完全全 很恭敬地呈現給神 所以讓我們看到 安提河教會的一些領袖 因為他們有一份 熟靈的生命追求的心智 和操練 以至他們就能夠 在聖經給我們看到 他們就聽到神 對他們的呼召 和差遣 然後我們看到第三個詞彙 這裡就說 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靈就 叫他們分派 這裡有指派 和分別的意思 如果說到分別 特別我們說分別為聖 就是分別出來 特意去給神 去用的 所以這裡有誰 能夠有這個權 或者有資格 來到去 將一些人分別出來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神 神將這些人出來 分別出來 就是要特意 插他們出去 去侍奉 插他們出去的時候 做些什麼呢? 聖經就說 去做 我照他們做的工 是做誰的工啊? 是做神的工 所以並不是做我們自己 喜歡做的工 很多時候 有些人 都說很熱心是奉 但熱心就是 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什麼時候看得到 那樣的事情 是不是真是神 叫他去做呢? 就是當 他做不到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會灰心 或者他一路去做的時候 做了一下 人家不欣賞他的時候 他就不做了 他就會發脾氣 但是聖經這裡給我們看見 是插他們出來做什麼? 是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們見到 剛才那幾個的詞彙 侍奉主 然後呢 怎麼樣? 禁食 然後呢 神就 猜派他們出去 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屬靈的操練 所以鄧姐妹今天 在我們平日的生活的裡面 我們有沒有一些屬靈的操練 幫助我們更深去認識 神的國度 更多 來為神的國度 來去守望呢? 所以我們反思一下 教會呢 大家知不知我們有猜傳的月討會 我想問一下 有多少人 你有參與過教會的猜傳祈禱會 舉舉受害是什麼? 咦? 你看到 不是太多了 是不是? 第二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 教會的猜傳祈禱會 是 什麼時候舉辦的? 每月的第四週的主日下午 每月的第四週的主日下午 在五樓康 所以我都在這裡鼓勵鼎姐妹 今晚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挑戰 你會不會考慮 分別一年的裡面 能夠分別一些的時間出來 去參與 這些慧道神的國度 一些的宣教 在前線的宣教的需要 來討告 所以我們要反思呀 鄧姐妹 在我們平日 我們究竟用了多少的時間 在這些屬靈的操練 靈修 祈禱 安靜 或者為了神的 角度的一些事工 為了服侍的對象 為了前線的這些宣教士 付上我們討告代價呢? 我們有每個星期的裡面 真真正正 是活了多少時間 是好像這些領袖一樣 是完全分別出來 給神 我又問一下大家 我們說猜傳連會 究竟 恩福現在猜了多少個 宣教士的單位出去呢? 大家猜一下 有多少個啊? 十個 二十個 三十個 有多少啊? 我問過一些的 我們的宣教的負責人 有二十二個單位 二十二個單位 在這二十二個單位的裡面 咦?頂小妹 你認識多少個呢? 你認識多少個呢? 如果你說我認識都不認識的時候 我真是我們很難為他們祈禱 在這些宣教士的單位裡面 有些是我們猜出去的 有些是我們去支持的 好似 前日 昨天 我們是John 牧師 回來 來傳講信息 他就是其中我們一個猜出去的宣教士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看見 這個安台科的教會 為什麼他們能夠回應到神給他們的呼召 原來就是一班的領袖們 或者那裡的一些信徒 他們都是很願意來到有在平日的裡面 去分別一些時間出來 去侍奉主 去禁食討告 以至上帝猜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回應出去了 然後呢 我們看見 第三方面 是的 我們一起讀吧 這裡就提到什麼呢 安台科教會的差派 我們看見 第一是聖靈的差遣 但是同時間 我們也看見 教會的配合和支援 在十三章 第三節 剛才我們讀的 他說 於是禁食討告 按手 在他們的頭上 就打發他們去了 這裡提到 聖經說 他們禁食討告 按手 一連串的行動 如果你看回前面 第一節 第一節提到有不同的人 第二節就提到 他們有什麼活動 他們按手祈禱 接著 聖靈就猜獻了 猜獻 給他們看到 叫他們猜什麼人出去 然後他們又禁食 然後再禁食 然後再討告 按手 一連串三個的動作 是表示他們 願意很認真地 猜獻這些人 不過這裡就有一個字 我們中文做什麼 打發他們出去 我們很喜歡打發那些人出去 當這些人很煩的時候 我們就打發他們走 是不是 我不知道兄姐妹 會不會我們這些宣教士 都是打發他們出去 我想問一下 這裡是誰猜獻他們出去的 是聖靈 是聖靈 所以有人說 這裡 神是一位什麼 一位猜獻的神 猜獻的神 神猜獻他的獨生兒子 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道成了肉身 成就這個救贖的工作 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 他由猜獻十二個門徒 和七十個門徒 來出去 做傳福音的工作 在這裡也給我們看見 原來 在教會整個歷史的裡面 聖靈是沒有停止過他的工作 聖靈同樣 在教會當中 做這個猜獻 工人的侍奉 而我們的責任 就是去回應這位上帝 對我們 或者說對教會裡面一些的人 這個猜獻 另一方面 教會或者信徒 我們就是被猜獻出去的角色 如果我們不是被猜獻出去的角色 我們就是猜別人出去的 那些的人 所以無論你是怎樣都好 宣教 有沒有你的份 有沒有 大聲一點好嗎 有啊 一定有 所以 我們都要祈求主 究竟 上帝 祂在你身上的心意是怎樣 是要你成為出去那個 還是成為 那個支持別人出去 為別人討告的 那位呢 因此教會 當我們特別 來差遣一些頂姊妹 宣教士出去的時候 我們是有很重的責任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呢 要提醒我們 第一就是要定期 為宣教士來代討 關心和支援 第二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組織一些訪孫 又或者短孫隊 以一個的具體的行動 來支援這些的宣教士 但是如果 你說 哎呦我時間 出不了 沒那麼多日出出去 但我們都可以做一些什麼呢 就是在本地裏面 我們關懷 探訪我們宣教士 在講的一些家人 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宣教士 他們出去的時候 有些的家人 是未信主的 有些的家人是年紀很大的 所以在宣教士的心靈的裏面 或多或少都帶來 他們有這份的壓力 如果能夠 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他們願意來到去承擔 這些繼續去幫助他們 這些的宣教士 去關心他們的家人 就可以使他們能夠 無後顧自由 或者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當那些宣教士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些接待的家庭 有些的宣教士 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真的把所有一切都埋了 所以回來 是沒有居所的 如果只是等宣教的機構 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 都會未必是最適當的時間 有適當的一些的分配 所以如果 整個的教會 我們能夠在這個宣教的事情上面 一起同心 我們就不單單是見到一些人 被打法出去 而是真的 猜遣他們出去 所以在這裡聖經提醒我們 我們看見到 安泰河的教會 我們都看到神 在這裡聖經的裏面 給我們的教導和提醒 在神的角度 不是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成為跨地域 跨文化的宣教士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天國的侍奉上面 來到有份 你可以成為一個被猜 或者猜別人出去的人 你可以成為一個代討者 你可以以經濟來支持 你可以定時探望一些的宣教士 我們再提話 我們的上帝 是一位宣教的上帝 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的信徒 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只是坐在那裡 坐在教會的四棟牆 可能我們對神的屬性 仍然在那個認識上面 有一些缺乏 上帝也將他的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 猜到這個世界上 將最好最寶貴的禮物都給我們 今天我們為神 又願意付出些什麼呢 透過安提科的教會 給我們看見 很重要的 雖然他們是有不同的身份 特徵的一些領袖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團隊的精神 他們能夠去回應 或者聽到聖靈在教會 在他們個人心靈裡面的呼召 是因為他們平日已經做好這個屬靈的操練 最後我們看到 他們是能夠回應神的呼召 來成為一個猜派宣教士 和宣教士一同同行的教會 願意恩福 這個神的家 我們都好像安提科的教會一樣 我們一起祈禱 好 在我們要討告的時候 我也想向弟兄姐妹發出一些挑戰 剛才都看到恩福家我們每個月 我們都有猜傳的月討會 透過安提科的教會 我們看到這幫領袖 他們願意分別出來 他們願意在上帝的面前 來去侍奉禁食 我想問一問 有幾多個弟兄姐妹 你願意好像安提科的教會 好像這些領袖 我們願意分些時間出來 為著宣教的事情 來討告 來分別 每一個月 有一天 一年裡面 可能你未必全部都出席得到 起碼有一半的時間 有六次 我們願意這樣來分別 來一起同心的 去為這些宣教士討告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這樣的弟兄姐妹 有的請你舉手 好 見到 還有沒有呢 好 見到 第二個挑戰 剛才我們提到 在恩福家的裡面 都有二十多個宣教的單位 你願不願意 來去承擔一個或者兩個 願意定期為這些宣教士 知道他們的消息 關心他們 為他們祈禱 又或者給他們一些支持 有沒有這樣的弟兄姐妹呢 有的請你舉手 為你討告 好 感謝主 我們一起祈禱 上帝我們 仰望你自己的恩典 我們見到 安提阿教會 真是一個不一樣的教會 他們的起來 我們見到 是有一幫 願意愛主 跟隨主 願意在實際的行動上面 去回應主呼召的 這一幫的信徒和領袖 所以剛才 今天特別有願意 去為宣教士討告 為教會的宣教士公討告的頂子妹 有願意關心一些宣教士的頂子妹 求主幫助他們 讓他們 這份心裡的熱誠 繼續延續 希望我們同心討告 讓教會復興 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 阿姨 請不要在這裡 畢竟 一聲 在甚麼時候 我們自己讓人 去 clums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